今天的案件发生在田纳西州洛克斯维尔,一个表面平静的郊区。 案件的主角是艾玛乌克,一个甜美善良的拉拉队女孩,以及她的男友莱莉高尔,一个看似温柔害羞的橄榄球明星。 2016年11月的一个寒冷早晨,在田纳西州洛克斯维尔的一个安静郊区,洛克家的世界永远被摧毁了。 基尔沃克却教她16岁的女儿艾玛起床上学,却发现她没有反应。 她惊呼,发生了什么事?艾玛检沃克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,她还是一个善良,充满爱心的年轻女性,前途一片光明。 艾玛出生于2000年,在田纳西州洛克斯维尔长大,这里是一个乡村社区,充满了山民的淳朴。 诺克斯维尔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地方,每逢周五,大家都兴奋地期待学校的表现。 艾玛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,她很快在学校赢得了大家的认可。 艾玛对拉拉队非常认真,她喜欢这项活动,喜欢领导,也喜欢橄榄球比赛。 作为中央高中的学生,艾玛在学术和社交方面都表现出色,展示了敏锐的智慧和强大的工作伦理,使她在同龄人中颇颖而出。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新生儿护士,她的母亲积而记得。 当艾玛在14岁成为拉拉队员时,她是多么自豪,她是唯一一个入选的新生,所以她非常得意。 艾玛对拉拉队的投入,不仅仅是因为这项运动本身,也是她提升周围人的能力的反应。 艾玛非常善良和热心,但同时也很滑稽,她会跳如窗舞,尽管动作可能不是那么优美,但她很享受。 艾玛也非常喜欢动物,经常在当地的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。 艾玛与莱莉高尔的关系像许多高中恋青一样,她是学校的橄榄球明星,但有点说呆子戏,外表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家伙。 莱莉比艾玛大两岁,是个受欢迎的橄榄球运动员,似乎是这个充满活力的拉拉队员的完美搭档。 她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橄榄球明星要温柔和害羞,大家都认为他们俩像面包和黄油一样天生一对。 他们的社交媒体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。 艾玛的父母,吉尔和马克沃克,最初对莱莉这个邻家男孩非常满意,他看起来非常有礼貌,非常好。 在一开始,艾玛的父母认为她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,彬彬牛里,但艾玛当时只有15岁,所以她的家人希望艾玛只能在家里和莱莉在一起,慢慢来是最安全的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段看似完美的关系中开始出现力痕,朋友和家人开始注意到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。 莱莉在操控年轻的艾玛,她对她的朋友没有任何兴趣,她开始控制她的活动,对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好。 莱莉占有欲强,不允许她做某些事情。 莱莉慢慢地侵蚀艾玛的自主权和自我表谈,先是告诉她什么不能穿,后来劝阻她与朋友们相处。 这种孤立战术是虐待关系的常见特征,直在使受害者更加依赖他们。 莱莉对保持手机畅通的需要也非常严重,她会不停地给艾玛发短信和打电话,期待立即得到回应, 仅直变成了强迫症的境地,仿佛莱莉需要监视艾玛的每一个行动,要知道她的所有行踪和活动。 莱莉的情绪剧变也令人不安,她对艾玛的态度在爱意和愤怒之间剧烈波动, 使她始终处于紧张状态,不知道会遇到哪个版本的莱莉。 他们每隔几天就会分手和复合一次,通常他们会对彼此大喊大叫,互相说些伤人的话。 这段关系看起来一点也不健康。 莱莉的一些评论极其残忍,有一次她告诉艾玛,她在她眼里已经死了。 还有一次她在社美上发给她消息,说恨她,恨她的一切,她是自己见过的最糟糕的人。 朋友们,如果你正在约会的人发给你这样的消息,那你应该知道社时候逃离了。 艾玛成了受害者,但她太年轻和善良,无法面对莱莉。 所以,父母替她做了,他们禁止莱莉来家里,并暂时没收了艾玛的手机,希望能减少他们之间的短信互动。 但这并没有阻止莱莉,她给了艾玛一个平板,她通过WiFi继续和她发短信。 每当她发出一条愤怒的短信时,莱莉总会跟一条道歉信息。 这种的惹交替的策略正是让受害者依赖于他们的原因。 艾玛渴望看到那个温柔,充满爱意,会道歉的莱莉。 她对这一面的渴望,以至于愿意忽视莱莉邪恶的一面。 莱莉有一种方式,能够叫艾玛孤立,让她认为自己是她唯一的依靠。 我可加孙志将女儿禁足在家,只允许她出门上学和参加啦啦队活动。 有一段时间,艾玛似乎又变得开心起来。 她确实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 她会从房间里出来,和家人一起吃晚饭,聊天。 2016年秋天,艾玛终于到达了她的临界点。 今天的数月的控制行为,情态操纵,以及这段关系带来的压力后, 她决定彻底结束与莱莉的关系。 所以,她们要分手了。 分手后,莱莉的行为急剧升级,从操纵和控制变成了公然的跟踪和恐吓。 最令人不安的时间发生在2016年11月18日。 莱莉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,旨在恐吓艾玛,并将自己塑造成她的保护者。 她伪造了自己被绑架的场景,从一个未知后马向艾玛发送了令人不安的信息。 艾玛收到的那些诡异短信,那可真是让人急背发亮。 啥不想看到艾的人受伤,就一个人出来,还有抓住了艾玛爱的人,不照做就伤害他们。 这明显就是精心策划的阴谋,目的就是要在艾玛心里种下恐惧的种子,让她慌得一批,只能依靠莱莉。 第二天,莱莉这恐怖行动继续升级,有人瞅见一个全身黑不溜秋的身影,在艾玛家附近瞎晃游,还按门铃,想闯进她家。 艾玛吓得够壳,赶紧向莱莉求助。 可她哪知道这一切都是莱莉在背后捣鬼呢? 这家伙通过制造威胁,再把自己扮成住室主,想让艾玛觉得没她就不行。 在艾玛驱逝的前几天,莱莉那是越来越疯狂,越来越变态。 她不停地给艾玛打电话,发短信。 11月20号那天,她竟然联系了艾玛60多次。 莱莉分手后这德行,那就是教科舒适的例子。 说明为啥离开虐待狂,可能是受害者最危险的时候。 那些肆虐的家伙一旦觉得自己失控了,就会使出各种极端手段来重新掌控局面。 艾玛决定跟莱莉拜拜,那可真是够勇敢的, 真是朝着重新掌控自己生活,走向独立迈出的一大步。 可惜啊,莱莉这家伙接受不了,结果引发了一系列倒霉事儿, 最后把艾玛给整死了。 2016年11月20号晚上,按说沃克家应该挺消停的, 艾玛好不容易安顿下来,准备过个安稳夜。 可她哪能安稳得了啊? 前一天,她就被莱莉那些骂人的短信和那个好像在跟踪她, 还想闯进她家的人给折腾的够呛。 她还傻乎乎地给莱莉发短信求助呢? 根本没想到这事儿就是莱莉干的。 11月21号凌晨, 艾玛的父亲马克乌克被她以为是门关上的神音惊醒, 还以为是门关上的动静呢? 她不放心,起来看上早回事。 她瞅了瞅孩子们,包括正在睡觉的艾玛。 放心之后,她又回去睡了, 可她哪知道悲剧已经悄悄降明了。 沃和先生听到的根本不是关门神, 而是枪声。 这可怕的真相地等第二天大太阳出来的时候才会被发现。 当乌克一家人睡得正香的时候, 莱莉古尔悄悄溜进他们家后院, 手里拿着从她爷爷那偷来的手枪。 在这最后一次伤心病狂的暴力行动中, 莱莉站在艾玛卧室外面, 朝着墙开了两枪。 子弹穿透了房子外墙, 把石膏板和隔热材料都给打烂了, 飞进了艾玛的房间。 一颗子弹打中了正在睡觉的艾玛的脑袋, 艾玛当场就挂了, 另一颗子弹嵌进了她的枕头里。 第二天早上, 吉尔沃克去叫艾玛起床上学, 结果发现女儿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一开始, 吉尔还以为艾玛生病了呢, 可等那可怕的事实慢慢清楚了, 这个家的世界瞬间崩塌了。 她急得到喊大叫, 想搞清楚到底咋回事。 随后, 救货车来了, 可已经晚了, 艾玛被宣布当场死亡。 当警察仔细搜查犯罪现场的时候, 这可怕事件的全貌慢慢清楚了, 艾玛卧尸墙上的两个弹孔, 那就是蓄意谋杀的铁针。 每个跟侦探聊天的人都提到了同一个名字, 莱莉。 要是你觉得莱莉还不顾伍的心, 那就看看她接下来干的事。 当艾玛被谋杀的消息传开, 把她的亲人都给震惊得不行的时候, 莱莉之伙在社交媒体上装出一副伤心日厥的前任模样, 她发了一条情义绵绵的消息, 表达对艾玛的爱和心碎。 在推特上发完这条消息几个小时后, 莱莉就被抓, 还被指控谋杀艾玛, 为啥她会被抓呢? 首先, 莱莉的爷爷在艾玛被谋杀的前一天报告说她的手枪丢了, 这报告的时间, 再加上宣案中用的武器类型, 马上就让人怀疑莱莉可能跟这事有关系。 其次, 手机系录显示, 枪击发生的时候, 莱莉的手机就在艾玛家附近, 这关键证据跟莱莉说的她当时在别的地方的不在场证明完全对不上。 莱莉的说法和她手机记录提供的证据有这么大的矛盾, 这可成了警察的一个大劲爆。 第三, 莱莉在艾玛死之前和死之后的行为, 那叫一个可疑。 她还问个朋友咋把枪上的指纹给弄掉了, 再加上艾玛亲人的那些证词, 这家伙就是个活生生的危险信号, 她都恐吓艾玛两年了。 随时调查的深入, 警察来了个高招, 他们找莱莉的朋友诺亚沃尔顿和亚历克斯·麦卡蒂帮忙设了个圈套, 这些朋友可能还在震惊中, 但他们还是同意跟警察合作, 给艾玛讨回公岛。 莱莉这货还装得若无其事, 对艾玛的死一扁都不上心, 但她之前那些感人的帖子完全不一样, 她吹牛说自己永远不会被抓, 因为警察太笨, 根本没法把她和艾玛的事联系起来。 当诺亚和亚历克斯追问咋回事的时候, 莱莉竟然说艾玛是自杀的, 或者就是因为她父母杀的。 莱莉的朋友挪亚和亚历克斯继续追问她, 当他们详细问艾玛的死是咋回事的时候, 莱莉的回答表明, 她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干的事有多严重。 当天,莱莉就被抓了, 警察搜查她的车的时候, 找到了更让人震惊的证据, 他们发现了跟艾玛被谋杀前几天恐吓她的黑衣人描述一样的黑衣服, 这一发现把莱莉和之前的跟踪事件给联系起来了, 画出了一幅精心策划的恐吓行动图。 莱莉被指控犯了一级谋杀罪, 保释金订了75万美元。 莱莉的审判在2018年5月开始, 离艾玛死亡都一年半了, 法庭上挤满了艾玛的家人、朋友和社区的人, 他们都在给艾玛讨公道呢。 面对一大堆证据, 证明莱莉当时就在犯罪现场, 辩护方选了个策略, 不否认莱莉参与了, 但是把重点放在意图上。 他们说,莱莉只是想吓唬艾玛, 不是想杀她。 根据辩护方的说法, 莱莉是想制造个场面, 然后她好来救艾玛, 重新赢得她的心。 这个说法虽然传认了莱莉在艾玛死亡中有责任, 但想把这事说成事的意外, 不是蓄意谋杀。 可是检方有力地反驳了这个说法, 他们指出了这起犯罪里的精心策划程度, 强调了莱莉偷枪, 熟悉艾玛卧师布局, 还有之前的跟踪行为, 这些都是预谋的证据。 就算证据确凿, 审判都过去两年了, 莱莉还是不认罪, 她就是不想承担责任。 经过好几天的证词和辩论, 这案子交给了陪审团。 莱莉最终被判所有罪名成立, 一计谋杀, 跟踪, 盗窃, 鲁莽危害, 和在危险重罪中持有枪支。 法庭上各种情绪都有, 松了口气, 悲伤, 还有正义得到伸张的感觉。 法官判处莱莉古尔终身监禁, 51年后才有可能获得假释。 这就意味着, 莱莉的等到71岁, 才能被考虑放出来。 可看她现在这回忆的程度, 很难想象她能出狱。 艾玛的案子是个悲剧, 但也成了一个教训, 让大家早点识别危险信号, 趁还来得及, 要离像莱莉这样的人远点。 在咱结束之前, 我再强调一遍, 控制行为可不是爱的表现。 莱莉在艾玛明确跟她分手之后, 还一直想重新建立关系, 这可不是啥挽救行为, 而是骚扰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鼠哥的频道, 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。 by bwd6